诺基亚这个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 该品牌的手机实用性能很好 但在外观上却一直直播不前 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而汽车行业中也有同样的诺基亚 同样汽车性能配置这些方面都不差 却在汽车的造型上可谓是尽是人意 让消费者大失所望 这便是日系汽车品牌中的三菱汽车 那么三菱汽车为何又会成为汽车界的诺基亚呢 三人情必有我实验 汽车行业也不例外 没有实力强大的合作伙伴 唯一于是在坑自己 最开始三菱汽车进入中国市场 应该寻找实力强大 条件过硬 可以帮扶自己的企业合作 但事实却与之相反 三菱却选择了两家实力较弱的企业进行合作 这两家企业规模小 实力弱 并不能推动三菱汽车的发展 还有在三菱汽车的发展规则中 其占比较大的股权被克莱斯勒收购 丧失了话语权和自身的主导地位 如今又被广汽收购 原本是可以以自身为主导性的发展 结果却成了被收购的对象 这些行业都与三菱汽车的领导层的决策有关 造型设计不符合时代理念 未考虑当代消费者的审美观 时代在前进 汽车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竞争激烈 而消费者的脑袋也在接受新知识新理念 潮流的汽车品牌总是吸引人眼球的 想让人对此进行更多的了解 从而打开市场 三菱汽车的不合时代的外观设计 总是会被淘汰的 就如同诺基亚一样 那也又是受到人们认可的 但是版本的老套已经跟不上时代 如果三菱汽车能够迎合时代潮流 那么它也就迎来了自己的春天